王居芬弟兄安息禮拜 12月3日晚上8點 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愛堂 張燒父替姊妹大臉 12月4日上午10點30分屯門醫院 弟兄姊妹 今年教會的主題全城八幅 我們用了馬太福音耶穌的教導 效法耶穌八幅的生命 之後我們會開到水深之處 說到是什麼呢? 你們是地上的鹽 你們是世上的光 耶穌這樣形容教會 所以在未來的2022年 我們教會主題就是 衛生作鹽 興起發光 期望我們在這個世代為主作鹽 發光 影響這個世界 繼續 Macarius 湧流的生命 從1月3日到1月22日 我們有十八天的金色馬拉松 我們中文說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邀請弟兄姊妹 來吧 我們在這一年的開頭 一起去尋求神 在這十八天 逢星期一到五 我們晚上繼續有八點半的討告會 而禮拜六的三點至五點鐘 我們全校會有討告會 鼓勵大家 可以來到現場 或者在網上和我們一起討告 在這十八天的天天靈慶 和其後的主日訊息 和小組查經 我們會一起去研讀瓦角書 實踐如何去委身作鹽 興起發光 繼續Macarius的生命 加油努力 一起來 再次 subconscious 音樂劇今個星期就開始接受報名了 報名程序很簡單 掃描 QR Code 按領取門票 選擇日期時間 選擇所需要的門票數量 填寫資料 完成!成功登記將會收到確認電郵 到時就可以憑 QR Code 入場 今次音樂劇已報道會形式舉行 希望大家都可以邀請新朋友 藉此向他們傳福音 座位有限記得按需要登記門票 11月28日下午3時正式開始接受報名 10月12日3時在禮堂 我們會有全教會領袖會 請各位領袖出席參與 YGN突破會動青年 在明年將會在 嶺南忠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有編寫人生計劃 透過教導學生編寫程式語言 還以去培養他們的正向態度 而這個計劃正是招募導師 去陪伴著學生的成長和完成計劃 時間是明年1月至10月的其中 年過星期六 如果你想成為這班學生的導師 就鼓勵你報名 查詢或報名 可以與教會同工Alan聯絡 第幾姐妹的奉獻 可以透過轉數快 PayMe、網上銀行、繳費鈴 或者桂圓機 直接傳入教會的銀行戶口 提提大家 記得將你們的姓名、奉獻類別 透過WhatsApp或Signal通知我們 電話是5380-7272 詳情請大家參與教會的網頁 PayMe、網上銀行